今天的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奥运会最无语一幕 32岁女冠军遭记者当面羞辱 是挺厉害的 可惜嫁不出去 东京奥运会已经接近尾声了 截至目前 中国奥运健儿已经摘得34枚金牌 暂列奖牌榜第一 其中巩丽娇夺得的女子千球冠军 意义非凡 很多人不知道 这是中国田径史上的首枚填赛奥运金牌 田径分为填赛和竞赛 中国一代代田径人努力了多少年 终于在巩丽娇这里实现了零的突破 创造了新的历史 而巩丽娇的经历也特别传奇 32岁的他已经是奥运的四届老将 在此之前已经拿遍了除奥运会以外所有的大赛金牌 奥运会上他曾收获过一铜一银 过程都很有戏剧 2008年北京奥运会 拱立交的赛场成绩原本是第五名 但比赛结束后 银牌铜牌选手先后被查出服用俊耀 所以他才通过地步获得一枚铜牌 2012年伦敦奥运会也是一样 他原本是第四名 但后来金牌银牌选手都被查出射药 巩丽娇再次通过地步获得一枚银牌 这样的一铜一银在他的心里始终都是遗憾 因为他从未站上过奥运会领奖台 甚至被人嘲讽是最强简陋王 他需要一枚百分百的金牌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所以他拼命坚持着 听着伤病的折磨 走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失败的低谷 摇过了去年东京奥运会延期的绝望 再次站到了赛场上 8月1号上午 他在女子牵球决赛中 投出了20.58米的超好成绩 用21年的时间 实现了他夺得奥运金牌 身披国旗 大喊I'm Chinese的梦想 对于这样了不起的运动员 我们应当给予他什么呢 掌声欢呼尊重对不对 但是没有 夺冠这一刻 拱立娇肯定有很多话想说 有很多喜悦想分享 然而在赛后采访中 记者的提问却充满了傲慢和偏见 上来就说 拱立娇给我一个女汉子的印象 但很显然 拱立娇并不认同这样的标签 委婉地表示出不满 表面女汉子 其实我还是比较小女孩的 这位记者又接着问 那接下来对女孩子的人生 有什么计划吗 拱立娇听完整个人都愣住了 什么叫做接下来女孩子的人生 难道之前的拱立娇不是女孩吗 记者还继续强调 因为你之前是女汉子嘛 为了牵球 接下来可以做自己了 这个因果关系我真的搞不懂 难道女运动员的人生 就不是女孩子的人生吗 为什么要一直强调 别人是女汉子呢 虽然32岁了 但拱立娇也没说 拿完这枚金牌后就退役吧 而拱立娇似乎也不是 第一次被人这样冒犯 很快就明白了记者的意思 顺着她的话说 如果真的不练了 可能就减肥 然后结婚生孩子吧 这个对话 完全不像在采访一个 刚刚赢得比赛的奥运冠军 而旁边的男摄影师 还一唱一鹤 要结婚生孩子 那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 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女记者紧接着说 其实我觉得你跟她 掰腕子的话 这话一出 拱立娇有些不高兴了 但仍保持礼貌 笑着打断了她 我不掰腕子 我很温柔的 没错 她是千球冠军 她力气很大 很有力量 但她为什么一定要和男朋友 掰腕子呢 说白了 记者就是觉得拱立娇长得壮 不漂亮 不好嫁人 句句都暗含着刻板印象 性格歧视 外貌羞辱 就跟张伟立成为格斗冠军后 那些问她会不会 家暴老公的人一样 充满了偏见 很快 这段采访在网上 引发了巨大争议 气死了 拱立娇是为国家荣誉 而疯狂增重的呀 拱立娇真的太温柔 太善良了 换作是我这种暴脾气 早就当面怼死这个记者了 为什么连奥运冠军也要被人外貌羞辱啊 观看视频都替她感到委屈 千秋本来就不是一项柔美的运动 拱立娇这样充满力量的身材 才是一个顶尖千秋运动员最完美的样子 为什么要拿那套白幼瘦的审美来要求她呢 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恭喜她取得了好成绩呢 女性的人生不只有外貌和婚姻可以讨论 她们也有远大的理想和权力以赴的事业 女运动员付出的汗水取得的成绩 值得被尊重 更应该被认可 其实女人的美本来就应该是多元的 就像有网友说 这届奥运会狠狠修正了自己的审美 我也有这种感觉 当热搜上不再是辟图辟到 连毛孔都看不清的女明星 或者A41 慢话腿 直脚尖 白右手的单一审美 而是或强健 或敏捷 或力量满满的运动员们 真的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清爽了 比如巩俐娇 有网友给她制千球的照片 加了个滤镜 仿若神话故事里补天的女娲娘娘 制出了一颗耀眼的星球 真的别有一番韵味 是啊 创世女神大地之母 怎么会是柔弱无力的呢 她一定充满了坚韧强悍的力量 那应该是人类最原始 最野性的美感 就像巩俐娇一样 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力量之美 还有获得手筋的设计运动员杨倩 才21岁的她 戴着可爱的小黄鸭发卡 涂着漂亮的珍珠美甲 获奖时还会对镜头比心 看上去还挺孩子气的 但在比赛中 却展现出了一种 超乎常人的淡定 始终气定神贤的样子 那是一种专注之美 孙一文一剑封喉 绝杀对手的击剑冠军 她曾经给杂志拍过一张照片 颜值完全不输明星 但那种因为专注于训练 而造就的锋利眼神 以及完全没有沾染之分的 自信与萨爽 是娱乐圈里完全看不到的 就像一位江湖女剑客 持剑向天笑 洒脱利落 那是一种敏捷之美 女子八百米决赛 第五名的王春雨 和苏炳天一样 她虽然没有获得奖牌 却创造了历史 是第一个跑进奥运会 女子八百米决赛的 中国运动员 谁说黄种人 不可以进奥运前八呢 刘翔做到了 苏炳天做到了 王春雨也做到了 观山渡若飞 这个头戴红色蝴蝶结的女孩 就像花木兰一般 有黑的肌肤 见识的肌肉 修长的小腿 充满了东方女性的力量感 那是一种速度之美 还有游泳运动员张雨飞 本届奥运会上 获得了两金两银 在三天里游了六场比赛 当之无愧的奥运劳模 宽阔的肩膀 倒三角的身材 充满了力量感 在水里仿若一条飞鱼 笑起来又特别灿烂阳光 我太喜欢她了 这些运动女孩 她们不白也不瘦 总是一张素颜 皮肤还有很多瑕疵 但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美 因为她们的美 是一种健康的美 自信的美 是不取悦他人 不被单一审美绑架的美 更是历经肉体苦难 突破精神极限后的美 除了纠正审美 这届奥运会还治好了 很多网友的年龄焦虑 我们总以为运动员的花期很短 但这一次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将 不仅出现在赛场上 还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比如拱立娇 她在32岁这一年 拿到了她人生中的 第一块奥运金牌 但她却说 这不是她的终点 我拱立娇的时代 刚刚开始 好多人问我 什么时候退役 但只要祖国需要我 我就会一直比下去 还有37岁的军神吕小军 三战奥运 两斤一银 这次不仅打破了奥运会记录 还成为了奥运历史上 年龄最大的举重冠军 她的对手 几乎都比她小十几岁 但她仍旧是81公斤级的 绝对王者 以及30岁的 双人三米版冠军 王涵 练了18年跳水 进入国家队13年 当了两届奥运会替补 这次终于有机会上场了 要知道 跳水梦之队的竞争 是非常激烈的 她的前辈郭晶晶 吴敏霞 在30岁时已经退役了 跟她同龄的和思 施婷茂 也都参加了好几次奥运会 拿到了好几枚金牌 还有这次十米版夺冠的 张家祈 陈雨希 一个16岁 一个17岁 而王涵 30岁的新人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还能获得一金一银 真的太提气了 最令人震惊的 必须是32岁的 亚洲飞人苏炳天 以9秒83的成绩 打破亚洲记录 成为了第一个跑进奥运会 百米决赛的黄种人 男子100米短跑 被看作是测试人类极限的项目 也可以说是所有天竞项目的高光 因为人种差异 这项比赛之前完全被黑人所垄断 而苏炳天奇迹般地 成为决赛跑道上唯一的黄种人 32岁的他 创造了中国人的历史 更打开了黄种人的记线 他在采访中曾经说过 25 26岁 是运动员最好的年华 他就是在那个最好的年纪 突破了十米大关 被大家称作亚洲飞人的 然后就陷入了瓶颈期 那时父亲劝他退役 说做人要懂得急流永退 但苏炳天不肯放弃 他更换了起跑脚 调整了跑步节奏 他要逆天改命 我要让以后的人看到 我们30岁了也能跑 只是看你能不能坚持 在这些老将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力量 中国速度 更看到了中国的奥林匹克精神 他们在不可能中寻找突破 对抗时间 对抗身体 对抗命运 他们给国家带来了荣光 也给我们普通人很多鼓舞 谁说25岁以后 就不能当运动员了 谁说30岁不嫁人就晚了 谁说40岁以后 人生就很难逆袭了 谁说女人只有白瘦又才美 谁说女人最宏大的出路 是结婚生子 那些困在年龄和性别上的枷锁 应该重新思索了 那些了不起的运动员告诉我们 努力 自信 勇敢 才是人生永恒的主题 拼尽全力的人永远值得尊重 性别和年纪都不足以挡住梦想 最后希望奥运会结束之后 大家还能继续关注运动员 关注各个领域里 努力又优秀的人 不管长相和年龄如何 他们都值得赞美 这个时代 美应该是多元的 是积极的 是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的 而不是一种狭隘到畸形的定义 不是对普通人的压制 甚至羞辱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儿了 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们下期再会